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沒有人告訴我說我的老師會在這裡 告訴你們一個秘密 我好像是去年才畢業 因為我老師都沒有變的感覺 其實非常開心 很開心見到各位仙境同學 這個我其實一開始 這個學弟王主任 這個系主任跟我講說 總裁頒演講的時候 哇 我可得意啦 請我這個總裁回來演講 那是一定要的對不對 我以為是對著學弟學妹那些 那些小屁孩說話 結果後來傳給我 然後一看學生是 不是啊 你是要我對著一堆總裁演講啊 這個要勞命啦 心情就稍微緊張了一點 OK 但是問我說有沒有什麼準備 其實你知道老師知道我 這個好 今天老師在場的時候 我本來想的東西大概要先去掉一半 OK 這樣子 後來主任有傳給我很多 各位的這個問題 這我先 就問題 其實我針對問題來說 就已經很足夠了 今天只有兩個小時嘛 是不是 因為我很愛講話的 各位小心一點 可以延長嗎 OK 不行 不行 OK 這個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這個其實呢 我的事呢 跟農業總裁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是兩個真的是截然不同的領域 但是我總覺得說其實任何事情 不管有成績沒成績或什麼樣 其實我覺得它都有些共通的邏輯 也許這些邏輯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其實還要請大家指教一下 因為各位都一定人生經歷 事業都比我成功 但是我的行業呢 可能 現在學長 沒看到你坐在這裡 這個我的行業呢 可能大家比較沒有很了解 所以大家來分享一下心得 我先說說我自己好了 我呢 很小 我出生在苗栗 苗栗有個地方叫大湖 殘 大家都說殘草莓 不好意思 有是不是 你好 你好 但是我小時候沒有草莓 對吧 我是民國52年次的 所以我小時候在8歲之前住在苗栗 大湖裡面的南湖村 靠近山邊了 我小時候看過那種走在街上的原住民 那個老太太滿臉刺青的 有沒有 我小時候住在山裡面記憶很模糊 8歲的時候就搬到了台中 然後一路就在台中念小學 國中 高中 考上台大 這個我一定要承認 我的志向絕對不是農 老師說不難說謊 OK 這當年的考評主一定是先考醫嘛 對不對 家裡人希望當醫生 這個好像全家的希望就放在我一個人身上 因為我大姐呢 是台大的 台大醫院的護士 他是以前的這台大護 這是什麼護專之類畢業的 所以希望我當醫生 家裡窮 非常窮 非常非常窮 OK 我從苗栗會搬到台中 就是因為我父親的經商失敗 所以過了一段 嗯 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是滿珍貴的日子 因為我在 當然我父親在十年前過世 在我父親過世的那個告別式上呢 我就說其實小時候呢 總覺得家裡面貧窮 所以心裡面也有說 哎呀 為什麼 當然不能說怪父親 心裡總會有一點 為什麼我爸爸那麼窮 然後別人家的爸爸都家經濟環境很好 可是後來長大了以後我才知道說 我說在我爸爸的這個告別式上我說 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我父親帶給我最大的財富 其實就是貧窮 因為那段時間呢讓我 讓我變得很有韌性 這個韌性對我後來整個的工作過程呢 是非常的有幫助 後來好 這個至於我台大 其實我告訴你 我是民國七十 因為我七十年就畢業了 高中畢業 重考一年 然後在七十一年的時候重考 實話實說 你們各位有沒有聽過吊車尾 有沒有 吊車尾 我告訴你 我真的是民國七十一年 那一年台大的秉組的吊車尾就是我 我不是開玩笑的 OK 考完試 有沒有 快要放榜前 先去 先去 這個回家跟這個老祖宗報告一下 希望的 然後呢 以前的放榜是報紙先公佈成績 你才收到成績單 我所以我先看了 因為我知道醫學一定沒有 然後我就先看台大 當然因為我唸台中嘛 所以重考的時候台中的學校我都不填 說什麼都不在台中 是不是 醫學院填完以後 全部填台北的學校台大 填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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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這個這個成績單一打開一看 381.85 我告訴你 應該是不會錯 你去看看 啊 台大 為什麼 因為昨天我有看到那個分數 農業推廣系 當年的農推系還分兩組喔 第一組叫做推廣教育組 第二組叫鄉村社會組 推廣教育組的分數還比鄉村社會組高 我是鄉村社會組的最後一名 人生有時候就在那個小小的關鍵 改變你的一生 OK 好 然後呢 至於我台大怎麼畢業的 這就不重要了 過程跳過 好不好 反正我畢業了 OK 講到台大那段時間呢 因為我覺得那段時間是人生最不負責任的一段時間 你不用負任任嘛 然後我從大學三年級開始就在 台大對面的民歌西餐廳唱歌 所以我在大學三四年級的時候 我就是很有錢的學生 你了解吧 有錢又不用負責任 人生的黃金歲月 然後其實四年我就出了唱片 我出了唱片 以前跟現在不一樣嘛 大家都明白 以前其實我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吧 應該是出了第一張專輯叫情書團 出去以後一個禮拜我的宣傳就告訴我說 楊雀榮你紅了 我說啊 是吧 是吧 以前很快啊 一二三四五大街小巷都是你的歌 我對於情書團這首歌呢 是又愛又恨 我很不喜歡這個歌 我先說 因為我是唱西洋歌曲的 你知道嗎 以前唱西洋歌比較臭屁一點 這個以前我在戲上 我記得是 我在戲上有被 我有去參加這個學校的歌唱比賽 我都是唱英文歌的 然後被莫名其妙被遷進一個唱片公司以後呢 那個製作老師呢 以前是做台語唱片的 所以我就很慘 OK 他寫了一首歌叫唱 然後以前還編了一個說 一個台大學生 一個高中生發誓考上台大的故事 真的有啊 哇 你們有搞到這個啊 都是騙人的 歌詞不是我寫的 上面硬要說歌詞是我寫 因為這樣才有故事說 其實歌詞不是我寫的 作詞跟作曲是同一個人 是一位越南的華僑老師級的 可是他就硬要編一個故事 第一章在哪裡 那個我沒有放 沒有放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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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也好 但是呢 所以我其實 到現在為止都一樣 因為我喜歡打高爾夫球 你知道嗎 有時候Caddy 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唱歌的對不對 對對對 啊 情書團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唱來聽聽聽 不會啦 我很和善的 所以我最怕人家叫我唱情書團 因為我實在很不喜歡那個歌 因為這個歌 因為這件事情 但是我為什麼對他又愛 就沒有他就沒有我後來的事業 沒有後來的人生 不只是事業 還有人生 但是從這個歌裡面呢 最起碼我自己的體會呢 後來我告訴我所有的歌手 不管大台小台 我都告訴他們說 我一定要你們做的作品 將來走出去是你可以引以為傲的 不管他吼還是不吼 這件事情很重要 OK 好 這個先跳過這個 回到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呢 就當兵了啊 幫你回來 以前的人都傻乎乎的就結婚了對不對 結婚以後就知道人生不好過了 OK 這個以前很容易的 這個退伍回來以後 你沒有實力的人很容易被淘汰的 OK 我就是那個沒有實力的人 好 我這個人最大的好處 就是從小有自知之明 好 為什麼呢 我退伍回來以後呢 舉個例子 退伍回來以後 很臭巧 我跟我當時的女朋友 現在的太太 然後我們在松江路一樓 二樓住的是好朋友同安閣 在老房子中間有個天井 他天天在那兒寫歌 我就在那兒聽 聽得到他寫歌 我跟你講人真的要很早就有自知之力 而且要面對自知 那個才民國期 我退伍回來七十八年吧 我就跟我太太說 我跟你說 我一定要轉行 因為我一輩子唱不過這個傢伙 真的 我真的是這樣子感覺 而且我真的這樣做 在我退伍下來沒多久以後 我當時的唱片公司叫鄉承唱片 上面有沒有 鄉承唱片 然後要跟我談續約 其實我剛回來的時候 還是小有知名度啦 其實還是有 還是可以賺到錢 然後他們跟我談說 你的 楊俊榮 我們可以繼續續約嗎 然後板稅什麼的 你說 你開 我說我對板稅沒有意見 我說我只有一個條件 讓我進唱片公司 讓我進公司的製作部 我要去學 所以在當時呢 台北答應 所以我就又簽了一份合約 所以後來又出了幾張唱片 但是在出唱片的同時呢 其實我另外一份工作 就是在鄉承唱片 當製作部的 應該說是助理 因為沒有其他人嘛 校長兼龍精 就大概這個意思 所以那個時候 我進去 然後開始學一點幕後 在當時 後來我碰到 我很喜歡一位歌手 叫黃大偉 所以當時他剛好跟滾石結束 這個合約 我去說服他 我去跟他談 我去跟他交朋友 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說服他 把他牽進了鄉承唱片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成就啊 因為鄉承他們是個很local的公司 那個是完全洋派的人啊 OK 我把他牽進去 然後 但是他們又成立了另外一個 label 叫達樂 所以就出了一張專輯 其實那個音樂做好的時候 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做好了以後我就離開了 我就離開鄉承了 因為我覺得我的音樂人生結束了 OK 我在跟黃大偉合作的時候 他做的那張專輯 最後裡面最紅的一首歌叫 你把我灌醉 這個 那到現在我們都還是非常好的朋友 然後從那裡離開以後呢 我其實就做藝人 現在我們大家看到了通告藝人 我也當了一段時間的通告藝人 然後在30歲 31、2歲吧 然後 反正藉由朋友 認識 有人要做 當時有個叫VCD 記得吧 Karaoke VCD 我就幫一個老闆 幫他做了兩個production 然後我跟他說這個生意不能做 我說我幫你做 只是告訴你我做得到 而且別人開給他的價錢 一張片子要150萬 兩張要300萬 我幫他做完了速度又快 然後我兩張加起來 一共只花了150萬 為什麼呢 因為 所以內行很重要 朋友跟內行很重要 別人開給他的呢 都是做了Karaoke以後 要去拍鏡頭 以前的Karaoke你們記不記得 都是美女走來走去有沒有 海邊 有沒有 那個我們叫B版 現在知道了 原版的叫A版 那個叫B版的Karaoke 合法的喔 合法的 因為要拍畫面 其實最難的是畫面 拍畫面很貴的 要拍拍拍 所以你當然會很貴嘛 我那時候一看 做音樂還不簡單 我一大堆那些編曲的朋友 就叫他們做做做 畫面怎麼辦呢 當時有一個節目叫做 繞著地球跑 胡瓜主持的 他們繞著地球到處拍了一大堆片子 然後在節目裡面介紹 有沒有 我去找那個製作人 都朋友 但是其實都是我的前輩 年紀都比我大 我說 他說你那一堆的庫存沒有用對不對 可不可以借我撿 反正都是美女走來走去吧 對不對 而且到處都是風景 而且我跟你講 人家拍好了 全世界都有啊 他說OK 俊榮你隨便去撿 我說一個打包架給他 我就進去撿了 就這樣 我很快就把我完成 然後做完以後 我就跟他講說 當時有版權 因為國語歌 他們有版有副版權 其實呢 那個時候 做完了以後 我跟那個 那個 那個當時叫做金主 金主 我跟他講 我說這個 我把你做完了 只是證明我可以做得到 我不是亂吹牛的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不要做 這個生意不能做 他說啊為什麼 大家都跟他說現在DVD 這個卡拉OK很好玩耶 我說這是一個二手生意 Second Handed Business 你的東西掌握在別人手裡 也就是所謂的版權 人家哥今天給你 你就有生意可以做 哥不給你 或者他要把價錢拉高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這個叫二手生意 我說他也信楊 我說楊先生 這個生意我認為不能做 那要做在我們這個行業 娛樂業 別的行業我不知道 我說娛樂業你要做 你一定是要做有獨家的事情 你才有發展性 在我們這個行業 只有兩個所謂的獨家 一個是去代理總代理某一個東西 那是你的獨家 第二個你去創造版權 所以如果今天要講代理這件事情 那你就是去代理電影 去比如說去代理好萊塢的某一個電影 你付了錢 有五年的權利 這個就是你獨家 在這五年之內是你的 你可以代理很多 那另外一種就是生產版權 就是生產版權 我最知道的 那就是去簽歌手做音樂 版權是你的 也是你的獨家 所以因為這樣子才有競爭力 因為我說二手 這種二手生意 你能做別人也能做 到最後最後來誰錢多誰資源多 他就把你打掛了 我說這不是一個長久的 可以發展的事業 所以他聽進去了 於是各位 我在31歲的時候 就當了總經理 他就出錢 在台北開了一個公司 我剛剛講的他都讓我做 所以我在31歲的時候 就跑去好萊塢買電影 我當時買了一個電影叫做Pinocchio 真人版的Pinocchio 我昨天還看到那個演員叫Martin Lang 他當時才得了Oscar最佳男配角 我買了一部電影 其實什麼也不懂 去跟人家畫帕拉肯 但是我懂得抓一個ABC 我Hire在台灣透過朋友Hire一個ABC 然後我們兩個去談判 他負責談判 我假裝聽不懂英文 他講講講 其實他也會講周文 多少錢到說太貴太貴 不行不行不行 其實我都聽得懂 就買了電影 還有買了這個卡通 叫做那個 一個一個一個反正小朋友看的卡通 回來做錄影袋 這個以前賣給小朋友 回家給小朋友看那種 然後我還簽了歌手 我當年簽了一個歌手叫王博生 後來是舞台劇很有名的一個音樂人 他唱得非常好 聲音真是個天籟 他以前唱過 在我簽他之前 唱過一個專輯叫做 《孤嶺街殺人事件》 他一個人可以唱男音假音唱得非常好 後來我住到了孤嶺街 事件有些事情很奇怪 但是我現在不住孤嶺街 好 所以呢 然後我就這樣開公司 那時候我就傻傻的當總經理 很開心喔 開公司 做唱片 唱片才發到一半 然後電影還沒上映 有一天 我的 因為那個老闆是南部的這個金主 是做建設的 在民國起 民國82年吧 82、3年的時候忘記 還三、四年的時候忘記 有一段時間 那個台灣的經濟建設 但是突然間有點問題 有一天 突然間我電話就響 然後他就說 哎呀俊榮 我批了 啊 什麼 他破產了 銀行收他銀根他破產了 就這樣子 啊 我才32歲啊 哇好慘啊 為什麼好慘啊 然後呢 老師你一定不知道我後來人生這麼坎坷 對不對 這個學生其實還滿努力的 好 我跟你講 從此我不相信金主 從此我不相信 我只相信我自己 OK 但是呢 講那個後來 我一個人面對所有的債主 因為我跟那個 那位楊先生說 你上來要面對 因為我其實也是受聘的 我不是負責人嘛 對 我現在要負責了 我以前也還沒有負責 然後 我說你上來沒關係 面對這些我來處理 都是我熟識的人 沒關係 因為錄音室啦 這些當然 在那段時間你也看到人情的冷暖 好 真的是這樣 這個人生總是要有些體會 然後 後來 我還是把公司的資產處理掉 也跟這些債主都 他們大家很開心處理完畢 我還是留在這個行業 因為我處理掉了那個 接手的公司 接手這些版權的公司說 你過來繼續做 我說不好 我留在這個行業 因為那些是有電影的代理嘛 我說不好 因為我在這行業欠了太多人情 我得留在這裡還人情 OK 一留就留到現在 OK 當時我的公司 叫大和 負債到最後算完700萬台幣 現在我看起來那個700萬台幣 如果現在的我可以扭轉時光有沒有 回到過去就是說 唉唷你不要這麼辛苦啦 我請給你拿給你 但是沒辦法 當時我才32歲 怎麼辦 我跟你講 當我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記得我大概在45天之內瘦了8公斤 食不下宴吃不下飯 因為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一個很年輕 但是我 所以人生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來了 接著下來要說了 娶對老婆很重要 我太太當時就說 她說因為我其實人生這樣子起起伏伏呢 中間的過程其實很脆弱的 我一直覺得男人很脆弱 真的 女人很堅強 真的 我爸爸當時生意失敗 她也很脆弱 我媽媽很堅強 我媽媽現在92歲了 她到現在還很堅強 我太太當時也說 我很脆弱 我睡不著覺 我吃不下飯 可是我太太說 沒有關係 我也可以去上班 我們都還年輕 要摔 趁年輕的時候摔 好 其實這個真的是當時 我那個二姐 二姐 那個江蕙 我們先聊 而且每次跟我講到我太太 我就跟二姐說 而且我跟妳講 沒她沒今天 OK 江蕙最喜歡我講這句話 OK 然後呢 就到福茂當了兩年的專案部經理 在那個時間呢 我做了一張卡通專輯 范曉軒的健康歌 OK 這個歌是有 這個歌是有幕後內幕的 OK 這個歌是 你看人齁 人真的要有點運氣 你知道嗎 我不騙你 真的 人真的要有點運氣 那個歌其實 Anyway 那個時候范曉軒很紅 大概在民國八十四五年吧 OK 我那時候在當專案部 專案部經理 OK 然後那個時候很多 因為她很可愛嘛 有很多電視節目就來找她說 請她唱卡通歌的主題曲 當時的總監是李雅銘 我好朋友到現在還是好朋友 她說 我就跟她商量 說那就乾脆做一張卡通專輯囉 好囉 那就我來做囉 我就去找版權 跟我們當時的福茂 福茂是要付人家版權的 我就找到了那個小丸子台灣的代理公司 那個公司在日本叫小學館 台灣有一個代理公司 我就跟她講 請你寄一個歌 歌來我聽聽 她就寄過來 以前那個卡帶 你知道嗎 以前卡帶 聽A面的 這個是主題曲 這些歌我可以選 我可以用 我聽完 因為她寄過來 我聽完翻背面 一聽就有一首歌 原來的曲子是什麼 我聽不懂日文 這個好 這個好 我就跟李雅銘說 欸雅銘 這個歌好 背後這首歌好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李雅銘就OK 就這首歌 我們就開始弄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也沒有問人家 因為他說這些歌你可以選嘛 告訴你 他不知道背後還有一首歌 寄來的那個人 他不知道背後還有一首歌 後來做好了喔 音樂影片都拍好了喔 他說 蛤 楊先生 那個背後 那個歌 有嗎 拿來我聽聽看 我給他聽了 不是 那個是去年的主題曲 我現在還沒拿到權力啊 日本還沒放出來 哇 沒辦法 糗了 當時唱的歌本來不是要我唱的 本來不是我要唱的 我找了 當時那個 我們是要找誰唱 你知道嗎 喔 不是 不是 當時還沒有決定誰要唱 我跟范曉軒就進錄音室 就范曉軒進去先唱 唱了以後呢 唱了一半 他說沒有Fu 他說沒有啊 沒有那個爺爺 在對唱歌啊怎麼辦 我在外面 李雅銘也在 我說嗯 好吧 我先進去唱一個Sample 我唱個Sample給范曉軒對唱 我就進去 進去唱之後 哎呀 我跟你講 我這個拿到麥克風就胡說八道了 你知道我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就開始喔 就前面啊來來小玄玄啊來來來來 爺爺陪你 亂講 然後我就 因為以前我爸爸就是這樣 以前老人 我爸爸是用受日本教育的有沒有 起來就是哎呀 可笑那種 我爸爸的聲音就是這樣 我就學學我爸爸的聲音 就唱了啊來小玄玄啊 唱完以後李雅銘說 欸 就你啦 哎呀 這樣子啊 好吧 後來你們看到那個Music Video 是小郭演的 郭子乾 我本來是要找苦林 我本來是要找苦林 當時苦林很黃 還沒聯絡上他 反正後來他還在考慮算了 沒時間了 就找了郭子乾 他就以為郭子乾唱了 不是 他五音不全的 他連拍子都不準的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才拍那個Music Video 結果呢 我跟你講那個真的是很有... 我一定要跟你們講這些事 這個事是怎樣 我做完那個... 那個叫小魔女的魔法書 卡帶 當時是卡帶 主要是卡帶啦 然後... 在走廊 那個服帽的老闆叫張庚宇 碰到我 他說欸 郭子乾 這會不會賠錢啊 我說算算 我說不會啦 宣宣現在的狀態 我說這個我算的成本很低 算一算 兩萬五千張就回本了 說什麼都不會虧啦 他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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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出去了 禮拜五發片 禮拜一來的時候 看到鬼啊 什麼回事你知道嗎 以前的那個唱片行 以前有很多唱片行 他要跟唱片公司order呢 就是傳真進來 服帽的傳真機 業務部有三台傳真機 大概只用完了 就沒有啦 然後後來服帽的那個業務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賣得太好了 被FIRE掉 因為出貨太保守了 出貨太保守了 搞到每一家唱片行都用登記了 人家 對 他來不是那第一個禮拜而已 後面他還很保守 最後那個CD賣了一百二十萬張 削爆了 OK 然後我再一看CD好了 我就趕快說我告訴你 我以前做過那個卡通錄影帶 趕快做錄影帶 我就把那些歌找了一堆小朋友 找了一個編舞老師 那個編舞老師後來稱為 我周杰倫演唱會的編舞老師 就反正後面綠背景 開始用KEY的我找人畫 因為我一個禮拜就搞了一支錄影帶出來 又賣了幾十萬支OK 老師這學生還不錯喔 但是呢在服帽那兩年呢 其實是我人生很痛苦的兩年 為什麼叫很痛苦的兩年 就領薪水嘛 待遇也不錯喔 可是其實我每天都不開心 每天都不開心 不開心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每天想說為什麼 當然後來有人找我開始去又 因為那個時間我大概脫離 當藝人一段時間 但後來又開始有人找我去上節目的時候 我覺得滿好賺的 賺了我別上班了 不上班的原因是因為我真的不喜歡上班 後來我了解我自己我說 我這個人天生反骨 這個不喜歡頭上有人 不喜歡人家叫我要幹嘛 我愛幹嘛就幹嘛 OK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呢上班其實對我來說是太痛苦 所以我不願意上班 後來我就當了三年的自由藝人 還去跟飛哥上飛哥龍虎綜藝王 也去辦小丑什麼的 後來我覺得我還 當時我還主持節目喔 我主持很多節目 其實收入還不錯 當了三年的自由藝人其實還不錯 好慢慢進入正題了 剛才前面都不重要 那是前面的人生狗臉的歲月 有沒有 我的生命像狗 OK 到了兩千年以後 兩千年的時候 當時我一個打球的朋友叫吳宗憲 他就跟我講說 欸 具浦 我有個唱片公司 你要不要幫我開一看 我說不要 我不要上班 打球 不要吵 打球 我還幫他介紹人喔 我說你不要找我 我跟你講誰不錯你去找他 OK 他這樣每次碰到我打球就講 他跟我講了半年啊 我都沒理他 我說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要上班 我先到他 其實我當時收入還不錯 我手上有三個電視節目 兩個廣播電台之類的 也收入還OK啊 就過日子OK 可是有一天 有一天我在家裡 人最重要的階段又來了 自知之明 面對自己 有一天我打開電視 在家裡 跟我太太看電視 那個電視節目呢 一個新的節目 出來了兩個新的主持人 叫做羅密歐 羅漢生 那個不是羅漢生 羅 羅志祥 歐漢生 是吧 羅密歐兩個主持 我就把他看完了 啊 真好笑的啦 實在很好笑 無厘頭很好笑 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我要轉行了 我說無厘頭出來了 這些年輕人無厘頭 然後又便宜 又敢講又敢哈啦 新世代的語言 我們這種中間的要被淘汰 我說到最後會剩大哥跟小弟 這些是小弟 飛哥是大哥 我們中間的中層都會不見 我要轉行了 OK 趕快 結果 講完這個人就是一個命 講完這個話隔一天 我在中市主持我的節目 我自己的捧 吳忠憲在另外一個捧 主持他自己的節目 中間休息 我們兩個又在走廊碰到 他又問我了 欸 劉長 怎麼樣 我跟你講的我的唱片公司 你要不要看一看 我說我不是幫你介紹人了嗎 找不到 我說 接著下來我說 我就講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句話 說 宗憲 我現在可以很嚴肅的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坐下來 於是過了兩個禮拜 在2000年7月1號 我就進了 我就去幫他看的那個公司 叫做阿爾發音樂 在那個基隆路裡很小的一個辦公室 過了一個禮拜 鍾倩問我說 欸 你覺得我公司怎麼樣 我說喔 家庭手工業 那公司只有四個員工 其中一個叫方文山 負責版權 他懂什麼版權他不懂啦 然後另外一個 一個製作部的人 製作人 後來被我fire 掉 我一看我就知道A錢 啊 三天就被我fire 掉了 你知道嗎 我們公司待得多了嘛 一看我就知道A錢嘛 fire 掉 然後另外一個 大概就四個員工 家庭手工業 還有一個人叫周杰倫 我去的時候那個辦公室很大 就是個 你知道就是家庭手工業 就像主臥房變成總經理辦公室 大概這種感覺啦 OK 我就坐在那兒 周杰倫 我的辦公室在這兒 周杰倫每天睡在那裡 那裡有keyboard 鼓組 還有一個捲鋪蓋有沒有 他每天就是一個捲鋪蓋 他早上起來 他就把鋪蓋捲起來 但是他沒走路 不走路就住在那兒 OK 然後又過了一個禮拜 因為我天天聽他在那邊寫歌 這個我跟很多人講 這是真實的 寫歌 差不多 也就是2000年7月中的時候 有一天我說 杰倫來來來過來過來 帽子脫下來 我看看 他每天戴鴨舌帽 小鬼啊 那時候才21歲 小鬼 脫下來 我說我看一看你不要動 我在看他的臉型 是不是camera face 我們這種叫camera face 學長我們不是的 戲主任還不錯 還OK 我們就很慘 我們就碰到camera 就一定完蛋了 他很瘦 那個皮貼的骨頭 中間沒有肉 就camera face 然後我說來走兩圈我看 他很乖 那時候很乖 現在還是很乖 走過去走回來 O型腿 一流的 一流的 告訴你 女生O型腿 No good 鏡頭不好看 楊玲就是O型腿 不好看 所以楊玲要切半身 他全身不好看 周九人O型腿 Good 男生O型腿很有魅力的 我跟你講 你要問我為什麼 我告訴你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真的不是說 這個菜長到五公分 可以減 長到十公分 不可以減 他沒有一個 他沒有一個什麼 數字可以去 沒有 Full OK 而且我在 其實我在碰到周杰倫之前 後來我跟周杰倫講 周杰倫我告訴你 我十五年的功力全灌你身上 其實我認識他的時候 我已經進行業十五年了 從自己的過程 自己的 我站在主持 站在歌手 站在每一個位置 去當製作部的助理 當製作人做不好 然後再跳再跳再跳去 我什麼都幹過 所以我什麼都知道 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別人問我說 我跟其他的總經理有什麼不一樣 我說我當過藝人 這件事情很不一樣 OK 因為我起碼 我知道藝人可能在想什麼 我必須想在他前面 如果我等到他天天來問我 那我怎麼帶他 他怎麼跟著我走 所以這個事情很重要 OK 然後當時周杰倫我說 坐下來 我說我覺得你歌寫得不錯耶 你可以唱唱片你唱得也很好 因為他每天在那邊寫歌嘛 我就每天在那邊聽 跟童安格一樣 他說有喔 我跟憲哥有歌星合約 我說不要說歌星 歌星很土 歌手合約 我說真的喔 OK 我說那憲哥怎麼說 他說憲哥說 等我寫完十首歌給我自己 他就幫我出片 我說喔 那你寫了沒 他說我寫了一首錄好了 我說喔 那給他聽聽看啦 他就 我跟你講我到現在永遠記得那個畫面 因為這是改變華人音樂歷史的一刻 OK 他往後拿了一個卡帶 開始放給我聽 開始是直升機 那個歌叫可愛女人 漂亮的人我沒有聽了四分鐘 聽完 我聽完以後我說這你唱的啊 他說對啊 我說那和聲誰寫的 那個和聲實在太好了 我寫的 和聲誰唱的 我唱的 歌誰編的 編曲太好了 我編的 你製作的啊 他說我對啊 你等一下 真的喔 我就當場說你等一下 我說你跟憲哥簽多久啊 他說我歌星合約已經簽了一年多了 說你等一下 我就馬上出去打電話給吳宗憲 我說宗憲 這一咖 周杰仁這一咖 你擺了一年多啊 他就嘿嘿嘿嘿 我也覺得他不錯 看看你有什麼想法 我說我有想法 我說我要把你辦公室打掉 這個我自己超病 因為之前我在那之前 其實我進那個阿爾法的時候 其實歌手名單上沒有周杰仁 有康康 有比利 還有一個做台語的名字 因為很不紅忘了他名字 後來也做了吳啟賢 沒有周杰仁 因為之前的都是 他們都是做了以後就交給BMG去做 做企劃 所以他們只做production 我說不行 這個我要自己操到 我有想法 OK 好 我就把他辦公室打掉 然後找了 我說趕快去問 陶哲跟王力宏什麼時候出片 其實我在服帽的時候帶過王力宏 實在是很對不起他 陶哲還沒出到 陶大偉就帶了陶哲來跟我碰面 不是說前面我說 我當時來做唱片公司嗎 有人叫大和 那時候我不是說 我弄了一個錄影帶給小朋友看的嗎 我請陶大偉來配音 所以陶大偉說 Jeroa我兒子剛從美國回來做音樂 我幫你介紹一下 他其實想說他兒子 看看我有沒有興趣可以簽他的 所以陶哲還沒出片 我就見過他 但是no few OK 我以為他會很帥 跟他爸一樣 年輕 坐下來 坐下來 沒他爸而帥 我很重外型 OK 好 後來 為什麼我問這兩個人呢 因為這兩個都是R&B 當時叫R&B 傑倫可愛女人唱的是R&B 他們告訴我說 後來查清楚了 一個什麼11月一個12月要發片 我馬上告訴左傑倫說趕快做 10月發片 整在他們前面 OK 趕快做 做做做 然後後來這個做到 結果後來還是東托西托 托到11月才發行 如果你們去看他第一章的專輯 他後面寫的發行日是11月6號 不瞞各位說那是我的生日 是我訂的吧 我訂的發行日 你管我 OK 好 他趕快做做做做做做做 做完以後 其實錄完很快 他其實有些歌本來就寫好了 有些歌比如說後來很紅的歌叫 心情有沒有 收千收一 他本來不想放裡面 因為他以前寫的歌 我說你把你所有的歌都拿出來我聽 他說不要啦 這歌我很久以前寫的 你不怎麼樣 我說沒有這歌很好 好的不得了 放進去 那個時候他還得聽話 你知道嗎 好 講到方文山對不對 方文山各位也有興趣 我說進去的時候他只有四個員工 其中一個是方文山 我進去呢 我跟每一個員工都談 談他們的夢是什麼 What's your dream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我如果要跟他工作 我必須知道他的夢想是什麼 他的工作有沒有在往他的夢想上面 夢想的那個方向上面走 如果是有往那個方向走 我就認為他會投入 他不會喊苦 他會有累積性 所以我很在意這件事情 我只要現在碰到我的 我現在找不管是員工或者 當然我現在不太interview員工了 我各個部門他們去interview 然後藝人一樣 我一定是問他 Watch your dream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當時我就問方文山 Watch your dream 他說蛤 他聽不懂英文沒有開玩笑 我跟他講中文 我說你的夢想是什麼 他說 他以前真的很土 到現在稍微進步一點 因為他老婆 他老婆是我秘書 他把他娶走了 OK 我為了要留住這個人 我把秘書嫁給他 當時他說 他說他的夢其實是當一個編劇 寫劇本 他說 喔 為什麼會當編劇 為什麼 他說他以前 他是水電工 OK 我就叫他說他是水電工 他以前的工作是什麼 幫人家拉Cable線 你們家那個 有線電視台拉Cable 他家住桃園拉Cable 然後呢 他對於編劇很有興趣 所以他有報名那個什麼 台式還是華式的編劇班 然後呢 然後他就每個公司投稿 你不要說其實吳宗憲還蠻有眼光的 只是他後面不知道怎麼操作而已 他就每個公司投稿 最後吳宗憲把他 叫他去他公司上班 可是叫他做版權部 你們公司有什麼版權可以做 他有眼光 可是他不懂人要擺在對的地方啊 對不對 我說方偉山那你有寫東西嗎 他說有有有 我寫了一本劇本 喔 劇本拿來我看看 那是一本劇本 我把它看完喔 他真的寫劇本喔 那個劇本是關於五胡亂華 中國文字的演變 中國文字怎麼樣子 演變演變五胡亂華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他是個劇本來的 我把它看完啦 我回家看完以後 隔天我進去 我說方偉山來來來來 我跟你講 你不要寫劇本 他說你相信我 你不要寫劇本 因為我拍過戲 我知道劇本長什麼樣子 劇本是要有dialogue 對話 才叫劇本 說你 No 你的故事 OK 他說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他跟周杰倫 已經有寫了幾首歌 賣得不錯 比如說江蕙的六胡聲 那個時候已經發行了 所以我知道他當時跟周杰倫 已經寫了大概有 賣出去有三四首歌大概 OK 對 我就跟方偉山說 因為我看他的詞 我說方偉山 我跟你講聽我的 寫歌詞 不要寫劇本 你不適合寫劇本 而且我告訴你 寫劇本你寫得再好 人家電影公司把你買斷 你就沒有了 你就再見了 可是歌詞不一樣 歌詞你有版權 永遠是你的 你以後掛了還可以給你小孩 你知道嗎 對啊 歌詞歌曲台灣是五十年 這個作詞作曲 著作人死亡以後五十年 其實國外美國是七十年 五十年之內還是有版權 五十年後變成公共財產 所以我說你寫歌詞 相信我寫歌詞 後來他就跟周杰倫就寫歌詞 第一章錄完 其實當時方偉山寫的幾個歌詞呢 有一點批判性 跟後來你們看到的歌詞都不太一樣 我把他叫來 我說周杰倫的歌不要有 批判性 因為他會是一個全所有人 大眾喜愛的一個歌手 所以要面對大眾 不要少數 不要批判性 所以印第安老班鳩就是這樣來的 他本來寫了一個很批判的歌詞 其他錄完還沒發之前呢 我回去就跟我太太講 我說老婆 這個年輕人等我們老了以後 我們回過頭來看 如果他沒有成為一個傳奇 就是我的責任 我當時就這麼有把握耶 然後我也跟周杰倫講 周杰倫坐下來我跟你說 以我的經驗 以我的判斷 你一定會紅 你一定會紅 而且你會大紅 但是有些話我現在就跟你講 你要記得 OK 當然我跟他講了一些 一些紅以後的一些的 會發生的事情 會碰到的事情 告訴他一些 到後面當然他也一一驗證 就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認為他一定會紅 對不對 其實在認識周杰倫之前呢 我認為台灣的我認為的完美藝人 是齊琴 是齊琴 唱得真好 那個天籟 那個叫老天給飯吃 你知道 那個人說得很慘 老天爺給他這嗓子就給他飯吃了 他的個性很怪異 齊琴 是個很怪的人 真的很怪 每次以前我還在當藝人的時候 在私底下偷偷說 我還沒講好 播出去來不及了 OK 不是他喝了酒 怪怪的你知道嗎 他喝喝喝喝 快醉了他就 你要不要先走 我走了 齊琴 但是他聲音真好 真好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但是我碰到結論以後呢 他就變第二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剛前面講到說 這個就有點市場學的觀念 這個我剛前面說 趕快問陶哲跟王立宏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同類型 當時的比較會同類型 因為你看R&B 他會來做比較 我的宣傳有一天還沒發片之前 來問說龍哥 那個傑倫他沒考上大學 然後他爸爸媽媽離婚 這個新聞 這個我們要怎麼辦 通常這個唱片公司 以前所謂的造神運動這件事情 一定是把這個藏起來 藏起來 因為這是不好的嘛 藏起來 我說不 翻出去 我就是要把這個翻給記者看 我就是 我說當時 我說狗告訴你 給我三個月 我一定打掛這兩個 為什麼 因為我說 其實都是很棒的藝人 都是很優秀的藝人 但是我說 因為 我告訴你 周杰倫考不上大學 對 我告訴你我台大畢業的 可是你知道台灣 有多少人台大畢業嗎 佔多少呢 不多 當時以前在考大學 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不像現在了 我不能用我的角度來去思考市場 大部分的市場不是我 不要搞錯了 所以我說 請問你 那我說你們呢 你們有幾個考上大學的 我的工作人員 一個都沒有 OK 所以說應該從這個來看 他考不上大學 是個好事 是個好事 然後再來 他的父母是離婚的 我說你知道嗎 王立宏的爸爸 如果我沒記錯 因為我帶過他 醫生好像是 陶澤的爸爸 陶大維了 大家都知道了 他們兩個都在美國念書了 我說請問你有多少人 爸爸是名人 然後還可以在美國念書 很少吧 那你今天賣唱片 你要賣給誰 賣給絕大部分的人 所以我說 為什麼我說這兩個條件 翻出去 我一定打掛他們兩個 因為就算我們唱的歌 做的音樂都一樣 一樣的水平 可是我比較容易得到你的認同 我說周杰倫這件事情 翻出去以後 青少年也好小朋友 追逐周杰倫 為什麼 我說因為他會覺得 我不用考上大學 我也可以跟他一樣 因為周杰倫告訴你一件事情 說你不一定要有這麼高的學歷 你不一定要家裡很有錢 你只要像我一樣 能夠專注的把一件事情做好 你也可以成功 因為周杰倫就只做一件事情 叫做音樂 所以我說把他翻出去 小朋友追逐周杰倫 爸爸媽媽不會反對 不會的 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所以小朋友願意追逐 父母也不會反對 他有機會成為全民歌王 這個才是一個 這個是個市場 所以我當時我就這樣出去 果真不到三個月就紅到現在 改變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從那之後呢 當然在吳宗憲那待了差不多一年半 出了兩張專輯 然後到第二張專輯 我剛剛講到方文山 方文山第二張專輯 第二張專輯是更厲害的一張專輯 叫做《范特希》 那張賣了五十多萬張 當時在盜版很猖狂的情況 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媒體問我 OK 有媒體問我說 他說楊先生 現在盜版很嚴重啊 然後唱片 其實以前阿妹可以賣到一百多萬 到周杰倫的時候這麼紅 只能賣到五十萬 他說一直往下掉 你看這個唱片公司這個發展怎麼樣呢 我就跟媒體說 我說跟你說 我跟周杰倫沒有悲觀的權利 因為我們只懂這個 其他我們不會 我們只愛這個其他不愛 所以你問我 我不會悲觀 我沒有這個權利 第二個 我說你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 叫《Jurassic Park》 《侏羅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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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你們結局記得嗎 那個恐龍蛋破掉了 小恐龍不見了 然後下面就打了一行英文字 《生命會找到自己的出口》 我說我只在乎 因為市場到底有沒有到滿 會怎麼樣演變 那真的不是我能控制的 我說高速公路會蓋到哪裡 怎麼蓋我不知道 可是我是坐車的 所以我只要確定把我的車子 我只要確定我的車子是Lamborghini很會跑 That's all I can do 所以我只要確定 車後捷人的音樂是有生命的就這樣 其他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了 如果我天天要去想那些負面 我就不要做了 然後當時在大陸的媒體也問我 他說楊總 楊總 我們大陸的音樂也極其直追 你看我們大陸幾年可以追上 台灣的這個流行歌曲的水平 我說 喔 最少十年 為什麼十年 我說 因為只要你們歌詞要送神的一天 你就玩不過我們 他們到現在還是要送神 所以還是玩不過我們 但是台灣也不長進 說真的 台灣流行音樂也不長進 停在那 所以現在看到大部分的 包含大陸的很多綜藝節目 唱了都還是台灣以前的紅的歌曲 所以其實周杰倫的產生 不是從天上突然間有一天 就生出一個周杰倫 其實不是的 我常常在講 其實是從台灣的民歌開始 一步一步累積起來 才會有一天長出一個周杰倫 前面所有的前輩都是他的幫助 成功的失敗的都是他的幫助 它是一個產物 當然到了現在這個事情越來越困難了 因為媒體的轉變 以前只有幾家電視台 後來Cable出現以後 其實我們唱片業者也碰到很大的困難是 我們不知道怎麼做宣傳 當媒體太多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錢要往哪裡灑 灑對了沒有 灑錯了沒有 因為越來越變小眾市場 所以這個也很困難 當然我剛回到說 我們第二張唱片的時候 方文山 周杰倫第二張專輯 有一首歌叫做上海1943 你們聽過吧 上海1943 那個歌本來周杰倫寫的時候 我們叫Demo Demo Demo就是Demo Demonstration Demo 它上面寫的 它上面唱的時候是 恨自己沒出息愛上了你 老師我的歌聲還可以喔 恨自己沒出息 很有賣點耶 對不對 非常有賣點 一看就是會賣錢的拔搭歌啊 我交給方文山 方文山過了兩天 寫了一個歌詞過來 上海1943 我說欸 方文山過來過來 這個歌你就照他的副歌嘛 對不對 恨自己 就寫寫一個情歌給我 這個會賣錢的歌 龍哥 龍哥我給你講這個這樣子這樣這樣 他在解釋他的角度 我說啊好好好這樣 拜託你照他的寫一個版本給我 寫一個情歌版本給我 我比較一下可以吧 給我一次機會 他就去 好好好他就去 過了兩天 他就拿了另外一個歌詞給我 我一看就知道這亂寫了 太多了 黑白色 你 好了好了好了 我跟你講 好 那就讓杰倫唱 上海1943好了 因為以前呢 就我要先看歌詞 他才能進去唱 要進去唱 唱完出來以後 唱完 然後我們叫rough mix 唱完以後他會 我們engineer會做個rough mix 然後我聽 聽完以後我就跟 我就叫方偉山過來 我說方偉山來來來來 我跟你說 你是對的 你是對的 以後如果再碰到這樣的情況 你要堅持 因為我不一定是對的 我可能大部分時間是錯的 我說你要堅持你是對的 OK 就變成了上海1943 然後第二張專輯 范特希後來當然締造了 到現在為止金曲獎 沒有人能破的紀錄 提名的十二項得了五項 在那一年 得了五項以後隔一天 其實金曲獎的隔一天 我就把他們兩個 交到我辦公室來 我說你們兩個記得 我現在跟你們講的話 兩件事從現在開始 忘掉昨天的金曲獎 OK 如果你們天天還在以後做音樂 都在想著要得金曲獎 你的音樂就完蛋了 忘掉它 按照你原來的思維去做你該有的作品 OK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你們兩個叫絕代雙交 不管以後有沒有我在你們旁邊 打死不要分離 你們兩個一個是我看過最好的作詞 一個是我看過最好的作曲 打死不要分離 所以呢 後來當然後來我們從阿爾法賣到好樂迪 賣到好樂迪 以後我就在好樂迪裡面弄了一個辦公室 給方文山大爺 我說你就坐在這兒 不要亂跑 OK 我弄了一個房間給周杰倫 你就睡在這兒 不要亂跑 你們兩個靠近一點 OK 因為最重要的作品在他們兩個 所以他們兩個的默契 才是周杰倫的這個 他的音樂生涯裡面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一定是把他們一直放在一起 所以當然後來在好樂迪跟錢貴 剛剛這個王主任傳給我的那個內容裡面 也有提到大家很好奇說 我說那是我人生五年裡面 最耳與我乍的五年 我跟你講 在吳宗憲那段時間其實滿有趣的 只是說忠憲的問題在於說 他是個很好的藝人 可是他對於財務的管理實在很有問題 OK 實在很有問題 後來那就賣給好樂迪吧 好樂迪呢 當時的好樂迪 為什麼要買阿爾法你知道嗎 當時有一段時間好樂迪跟錢貴在搶版權 在搶獨家 獨家這個概念大家都知道喔 他們也想要搶獨家 獨家所以就買花錢買下阿爾法 就有了周杰倫歌曲的獨家 我們當然整票人就一起過去 為什麼說那是我五年 最耳於我乍的五年呢 進去以後呢 剛開始是滿好的 滿好的 可是你要知道進到一個大企業以後 我帶了一個周杰倫 所有人都想把它大卸拔塊 看看哪塊肉比較肥美 知道嗎 OK 那個大企業裡面就會有 就會有民爭暗鬥 就會很多人想把我幹掉 這個是事實 其中最嚴重的 是他們請來了一個我的長官 OK 非常想把我幹掉 想要直接管理周杰倫 其實後來我才知道說 後來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已經說服了老闆了 要把周杰倫那很重要的東西拿去管理了 哇 但是我都不知道 但是最後還是我贏了 不好意思啊 這個沒辦法 因為其實那些東西是我沒有 我沒有能力對抗的事情 因為人家是我的老闆 我能怎麼辦 他明天就可以發 他今天就可以把我發牙掉 我能怎麼辦 有時候人碰到這些事之後 其實你心中只能有一些 說是信仰太嚴重了 說是一些相信吧 相信什麼 以前有個電影叫做Casino 應該英文叫Casino 是那個Robert De Niro演的 不是Robert De Niro 是那個電影是不是叫Casino 我忘記了 Robert De Niro 他演一個會計師 幫黑道做生意的會計師 最後所有的很多人都被幹掉了 黑道沒有把他幹掉 因為最後他結論他說 因為我可以幫他們賺錢 結論只有這個 我可以幫他們賺錢 沒有人會跟他們的錢過不去的 所以他就存活下來 OK 我就記得這句話 所以呢 當時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當時在好樂迪的時候 我就在想 因為好樂迪這個老闆 這個很好的人 非常好的人 所以有時候好人耳根會軟 你知道嗎 有時候就是這樣 事情都刀刃的兩面 然後他 因為他是白手起家 就我知道了 打造起這個好樂迪王國 上市 上市公司 那時候我在想 他一定有他的智慧 他如果這麼容易 聽東就東 聽西就西 沒有自己的判斷 他怎麼能夠把公司搞得這麼大 我不相信 所以我只能去相信他有智慧 我還能怎麼辦 然後呢 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自己的事情 就是讓公司賺錢 就這樣 因為當時我是總經理 我就是把我的職責做好 你真要把我幹掉 那就這樣子吧 so be it 我也無可奈何 因為那不是我能掌控的事 但是在那個時候呢 什麼叫大謝八塊呢 就有人說 周杰倫既然一張唱片 能夠賣三十萬張 他創造率這麼豐富 為什麼不一年出兩張 兩張 然後他既然這麼吼在大陸 我們就讓他唱唱唱唱唱唱唱 一年可以替公司賺這麼多錢 我說你們殺雞取亂 不可以 好 我不同意 一個小總經理也說我不同意 怎麼辦呢 我上面還有一個大總經理 大總經理上面還有人 所以我當時其實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 但是我做我該做的事 因為這是保護藝人 我以前就 其實在吳宗謙那個時候 我就跟周杰倫講說 周杰倫你急不急賺錢 他說沒有啊我不急 他其實對錢沒有概念 他到現在他自己賺多少錢 他都不知道了 到現在也一樣 我說我跟你講 這個行業不是比誰賺得快 也不是比誰賺得多 這個行業是比誰賺得久 所以不要急 可是我到好樂迪以後 不一樣就有人爆 企業就是這樣子嘛 他丟去幾個錢 他要趕快拿回來 他們也沒錯 我也不能說誰錯 我只能說 以我的概念裡面是不對的 所以 Fighting了一段時間 但是他們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他只能屈服 因為周杰倫沒有太理他們 其實周杰倫誰都不太理 他只做他喜歡的事就這樣 好 所以好樂迪好不容易 後來風平浪靜了 因為上面要把我幹掉那個人 最後他被幹掉了 留下我 後來我頂替了他的位置 後來一看還不錯了 日子應該好過一點了 又來了 好樂迪被錢櫃給打掛了 到現在有沒有 最近好樂迪跟錢櫃要合併 有沒有 當時好樂迪就被錢櫃打掛了 其實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換人了 好 告訴金管會 當時好樂迪的老闆就已經換人了 換成了錢櫃的老闆 OK 錢櫃老闆 喔 蠻狠角色的 OK 當時的 現在的也是狠角色 然後第一天就 你們知不知道你們老闆是誰 喔 是是是你是老闆 先下馬威的那種 很兇的 OK 弄弄弄 中間就不多說了 中間那個故事實在是太艱苦了 我每一天回去 我的肩膀兩肩都是跟著我 跟鋼條一樣 硬 就這樣 我混了 在那個地方混了五年 好不容易跟著我一人撐過去了 撐過去了到快 其實為什麼我說那是我最耳與我差的五年呢 因為其實在合約還沒到之前 我就跟傑倫講了 傑倫 我們必須要離開這個地方 因為你的音樂是我們的生命 可是在他們的眼中 你只是他們的棋子 因為卡拉OK是個很大的生意 在台灣上百億的生意 我們這個小公司 只是他拿來去換他要的籌碼的棋子而已 OK 因為中間有一個事情 也就是當時的錢貴的老闆 想要收你的這個版權等等 反正中間有一些 他說他不惜這個上法院 把原來的合約說翻就翻等等 不顧周杰倫的一個狀況 所以經過那個事以後 我就跟周杰倫講說我們必須要離開這裡 你的音樂繼續待在這裡 有一天你就是會被當籌碼給犧牲掉 那可是我們講好了以後 我回去還是得上班啊 還是面對老闆啊 開玩笑 我也演過戲啊是不是 誰不是狠角色啊 不太容易啊 我必須說 但其實我也不是說真的在演戲 其實也不是 我只是有些事不說 就讓他過去 也安排得好好的啊 公司還是很賺錢啊 坐一天和尚敲一天鐘 我到今天回過頭去看 那段時間我還是一樣天天做我該做的事情 並沒有待遇值守 OK 反正anyway到最後我們離開了以後 然後我在2007年就 原來那個搭搭搭的聲音是因為Distortion 是因為喇叭是 我一直以為那邊有拉鍊拉來拉去的感覺 不是不是 包括這個學弟主任 這個視聽室如果你們需要什麼的話 跟我說一下 謝謝 他故意安排的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那天 我們那裡全亞洲 不敢說全世界 全亞洲最專業的 沒問題 沒問題 經費也不用考慮 OK 我說真的喔 我不是說假的喔 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說真的 說真的的時候就沒電啦 所以到2007年然後就離開 我們就做了捷威爾音樂 那捷威爾音樂呢 我跟捷倫 當時我就說 杰倫 這個任何事情以後 你一半我一半 但是我一定要給一點給方文山 因為方文山 我說他對於你事業的貢獻 不僅止於一個做辭者 一般在做辭的 其實他們就每年分版稅 大概就這樣 如果以方文山來說 他大概就是每年分royalty 就是他該得的royalty 所以這都有一套規則的 但是我說 方文山對你的貢獻 不止於一個簡單的做辭 我覺得他應該要得到他應得 所以我們三個人就成立了 JVR Music 然後我說JVR Music是什麼 我說just very romantic 然後有別人說 不不不不 just very rich try to be OK 其實當時有人問我 當時媒體問我說 對你們這公司 有什麼展望 我說沒有展望 我只是要看看 周杰倫能飛多高 How high he can fly 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們盡我們一些能力 因為我們這個行業 就從2007年一直到現在 這一路過來還算滿順利的 還滿OK的 當然一個公司 不可能每一天都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一定會有一些風一些雨 但是so far我們都很感恩 這十幾年來不管有什麼樣的事情 都讓我們很順利的度過跟解決 方文塞後來也娶了我的祕書 然後周杰倫也結婚 現在是一個完全的寵妻跟寵兒女 我也鼓勵他 其實我鼓勵他 在周杰倫第一 我剛回到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你以後一定會紅 我說周杰倫我希望你記得幾個事情 第一個以後你紅了以後 絕對不要忘記你從何而來為何而來 從何而來就是說以後你紅了 你要知道你為什麼紅呢 人家為什麼喜歡你 不要忘掉的這些事情 就是你從何而來 也不要忘了你為何而來 你為什麼想紅 其實在中間他有年輕總是氣盛 有一段時間其實惹得媽媽不太開心 小朋友都會這樣子的 後來我也跟他講說 周杰倫早知道你會這樣子惹你媽媽生氣 我當時就不要去幫你 因為你忘記了你為何而來 因為當時我問他 我說你為什麼想要紅 他說我想讓我的家人生活好一點 可是今天你媽媽生氣了 你有做到你剛開始想要紅的目的了嗎 沒有 其實他自己的人生 我其實當我在講別人的時候 我也在想我自己啊 我其實人真的是一個鏡子 有時候我們看人 我慢慢的學會喔 真的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中國人講話 其實我們的老祖宗的這些講話 其實很有道理的 告訴你說當你手指頭指著別人的時候 你別忘了三根手指頭指著你自己 有沒有 真的是我其實每次在跟別人講的時候 我都在想想 我都會先想 我自己是不是也是這樣 OK 那回過頭來我講說 也不要忘了你為何而來 所以後來他 大家都知道他把了很多妹 叫了很多女朋友 有人就有人就說 龍哥龍哥你小孩要不要這樣子啊 一天到晚換女朋友把妹這樣 我說我告訴你他又沒結婚 換成我是他我把他更兇 是不是啊 二十一歲二十二歲的小男生 他為什麼要紅 他紅就可以把妹啊 那如果我 等一下他又沒結婚 我說他做錯了什麼 沒有啊 他沒做錯什麼啊 所以呢 我從來不阻止他這些事情 當然我也沒有去鼓勵他 但是他是他的生活 那是他的生活 因為我就跟周九人講說 你要記得 我希望你過得像一般人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他的過程當中 我鼓勵他在台北的時候 你看他以前就騎著摩托車 或是逛東區 就跟一般人一樣 我希望他過得像正常人 當然現在到了台灣以外的地區 沒辦法 一定要有保標 尤其是到了大陸 非常麻煩恐怖的 人很多 所以來到現在 其實演唱會這幾年呢 因為他其實周杰倫在18年來 他的演唱會當然是越來越厲害 厲害的原因有幾個是因為他的歌迷 是80、90年後的出生的 比較多一點 現在20多歲、30多歲 這些人呢 因為他們現在自己賺錢了 以前要靠爸爸媽媽買票 現在自己賺錢了 所以周杰倫演唱會 我們在大陸昨天開票 就這個大概 他們告訴我是什麼 一分半就賣完了 一分半就賣完了 有沒有 OK 那其實這些都不是我 當然很開心啦 但是其實都不是我覺得最開心的事 最開心的事是這幾年呢 我先說其實周杰倫在大陸的影響力 在台灣是比較難了解的 他對於大陸80、90年後的年輕人的影響力 那個是挺嚇人的說真的 因為環境不一樣 因為台灣有很多的選擇 這個周杰倫出唱片的這十幾年 台灣有太多的選擇 台灣的資訊是很發達的 可是大陸不一樣 大陸不管怎麼樣 他還是管控 他還是封閉的 所以周杰倫成了他十八年以來 每一年的選擇 是陪著他們長大的 所以我們在大陸演唱會的時候 很多歌迷他們主動的 都是我們從來不主動做一些很噁心的事 都是他們歌迷自己做的 拿那個牌子上面寫 一開始的時候寫說 周杰倫你是我們的青春 後來又變了 周杰倫你是我們的信仰 OK 想想也對 其實也沒什麼錯 因為大陸其實他們的文化 經過文化大革命 有一代的人是十幾年沒有受教育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變成他們的下一代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他寫說周杰倫你是我的信仰 然後後面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但其實讓我最開心的其實是 因為我們去年上一輪的演唱會 叫做地表最強 跟上上輪叫做摩天輪 在摩天輪的時候 我們莫名其妙就有了點歌part 你知道嗎 點歌 周杰倫就突然間 來來來來要聽什麼歌 第一次的時候我們在下面 沒有安排這個的 因為人總是有時候嗓子會不好 你知道嗎 他有一次感冒感冒了 然後唱到很多歌太高音 他沒辦法唱就三歌三歌三三三 三道節目會太短了 他怎麼辦呢 點歌 從此歌迷可以點歌啊 瘋了 從此就有了點歌part 那點歌part 我最喜歡聽到的是 其實好幾次 就有那種 周杰倫你好 大陸的年輕人都這樣講 還蠻像的 我沈陽來的 我聽你的歌 我跟你十五年了 以前聽你的歌的時候 我父母都反對 但是我不管 我就喜歡你 聽你的歌十五年了 因為聽你的歌 我變成了一個更好的人 這句話我要聽 OK 其實這個就是 我說如果你問我 我經營周杰倫 有什麼成就感 其實有兩件事情 讓我有成就感 剛才講的這個就是第一個 在周杰倫第一章還沒出的時候 我就說 你將來會影響很多人 我說你一定哄 然後我講了很多事 其中還包含這個 你會影響很多很多人 我說你相信我 你一定會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歌寫的正面 你一定要把你的行為做好 因為你會影響很多人 所以他當然年輕的時候很衝動 但是他是個非常善良的人 非常 有時候覺得他很天真 有時候覺得很生氣 你這是個孩子 很幼稚你知道嗎 到現在他也知道他自己很幼稚 太幼稚了 但是你到最後 又不得不折服於他的善良 他的幼稚是來自於他的善良 對不對 當時我就跟他說你一定要 你的行為也要做好 所以他其他都很好 就唯一一件事情我阻止不了他 就是槓上狗仔隊 槓上狗仔隊 他剛出道的時候沒有狗仔隊 那個時候 2000年的時候台灣還沒有一週刊 哪一年進來的我忘了 反正他要槓上狗仔隊 狗仔隊天天盯著他煩死了 其實我也覺得很煩 一開始我也說你不要這麼衝動 到後來其實反正我阻止不了他 乾脆加入他 好結論 幹上狗仔隊我挺你 為什麼 因為我說我們要傳達正確的 當然所謂正確是每個人心中有一把尺 我心中這把尺也許跟你的不一樣 I'm sorry 很抱歉 但是我心中這把尺是什麼 我就告訴你我的尺是什麼 我的尺就是對就是對 不對就是不對 不畏無斗米則妖 其實周杰仁脾氣降我比他更降 我天蠍座的很恐怖 我身份證上12月 以前人都看小孩能不能養得活有沒有 所以我說其實我的生日是11月料 天蠍座的 我到大學才知道 我想說奇怪我脾氣怎麼那麼硬 OK 因為我說狗仔隊是虧人隱私 人都有黑暗面 人都有喜歡八卦 喜歡虧人隱私 而利用人的黑暗面去賺錢 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 所以周杰倫討厭我也討厭 開幹 我就沉浸 我這個人是 我其實脾氣真的很不好 我們在開記者會在遠期 那個一周刊跟蘋果出去 我上台就出去 他們關起來不讓他們進來 他們在外面 這個是公共場所 我說這個是我租的場所 下面記者都在 今天記者會是我租的 所以我可以去管制我要讓誰進來 誰不可以進來 出去 很快 其實心裡就覺得說 這樣得罪媒體會不會不好 沒辦法 I do what I have to do OK 其實我覺得 因為對就是對 不對就是不對 因為他們是懷著惡意而來 當你懷著惡意而來的時候 我有這個權利把你擋在門外 我沒有權利叫你不要寫 那是你的自由 可是我有權利 你不要進到我的territory 這個是對的事情 所以我跟周刊仁一直認錯事情 對就是對 不對就是不對 其實他中間經過 所以你說領導一個公司 其實我常常講 其實一個公司就是一個領導人的文化 我的文化就是這樣 一個文化有時候好 有時候不好 有利一定有弊 我的文化呢 其實我是一個 因為我以前唱西洋歌你知道嗎 但是我絕對不崇洋 我先說 但是我覺得他們某些東西 真的比我們好 所以我喜歡西洋音樂 要老命 所以我做的歌手 都有點西洋 這個大部分都不太紅 但是很容易賣錢的歌手 我又覺得我不喜歡 所以我公司到目前為止 只做紅了一個周杰倫 其他都不紅 但是呢 講到我們這個行業 因為裡面也有同學提到 問說關於一個公司 永續經營的問題 其實我們這樣的一個音樂公司 什麼叫永續經營 其實我其實去努力 但是沒辦法期望 因為我們這個行業很特殊 跟各位的 跟農業真的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個是可遇不可求 當然每個人的標準不一樣 如果我今天簽了100個藝人 每一個人一個月替我賺1萬塊 一年一個月賺100萬 那也是一種方法 可是我就說每個人的文化不一樣 我不喜歡這樣的東西 我剛說了 我希望每一個藝人走出去 都是對他自己的作品 跟他的工作是驕傲的 這是我很堅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簽的藝人 都一定要是所謂的真材實料 OK 要有自己的樣子 要不可取代 一個藝人最珍貴的是他不可 最有價值是他不可取代 而不是他多會唱 其實很多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卡拉OK厲害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會唱 各位的小孩都很會唱 都很會很會唱 所以以前常常有人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隔壁鄰居那個小孩 哇很好笑 你在做的滑漆 我說你不要亂說 你剛才做的滑漆很困難 有人跟我講說 欸你 欸 喔楊仙人你球打得這麼好 可以去當高老夫球了 我很愛打 我真的很愛打 喔你打這麼好 可以去當PRO 我說你不要亂講 你知不知道差多少 差很多 OK 做專業這件事情其實是很困難 所以我的文化裡面就是 我 我只喜歡我喜歡的藝人 但是從周杰倫以後呢 我其他都不成功 但是他們都過得很快樂 我先聲明這一點 因為這個公司有點小錢 所以他們 我都可以不斷的投資他們 不斷的支持他們 那可是呢 都沒有很成功 可能也因為 這有時候你知道嗎 也許有很多人跟我講說 欸 欸周杰倫因為你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 其實我從來不覺得 周杰倫因為我而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 我說人就是一個緣分 那我跟周杰倫跟方文山 就是三個人有緣分 所以三個人聚在一起 而彼此信任這件事情很重要 信任 也有人提到說 我們三個人怎麼分工 其實沒有分工 都是我在做 OK 一個作詞 一個作曲 負責表演 其他的事都是我在做 最閒的就是方文山 OK 所以他股份最少 OK 他就住在辦公室寫詞 就沒了 OK 周杰倫沒出專輯 所以也沒他的事 所以他自然分得最少 最忙的是誰 是我 所以其他事都我做 沒什麼分工 我們三個人合作 最重要的其實是信任 是信任 他們信任我 對他們的經營 對他們的決定 我信任他們 可以做到 我幫他們答應的事情 但是我從來不覺得說 周杰倫 如果沒碰到我會怎麼樣 我說 這個事情 這個世界上永遠沒有 你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就是買回一分鐘 更不要說買回十幾年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沒有 如果這件事情 如果當時怎麼樣 沒有這件事 那如果要講了 我說如果當年多久了 沒有碰到我 可能他碰到別人 他還是成為一個超級巨星 也許更好 也許沒有這麼好 那什麼叫更好 什麼叫沒有這麼好 我不知道 但是 起碼我們現在都過得滿快樂的 所以我剛剛講說 兩件事情 我自己覺得我的工作做得還不錯 是第一個 剛才講了 有人覺得周杰倫的歌 讓他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這個是我覺得 對於自我的價值 對於每天 對於自我 還滿有個交代的 我覺得 我剛剛講的 從我住在山邊的一個小村莊 八歲爸爸生意就失敗 然後到台中 然後一個野孩子也不好好唸書 然後唸大學的時候 老師都認識我 但是我不認識同學 OK 老師真的有些同學 我忘了他們 他們忘不了我 OK 然後能夠今天有這個機會 做了點事兒 然後對於年輕人 不管是大陸的 台灣的 香港的 聽他歌的人 都變成一個 有些人變成一個好的影響 我覺得這個事情 是讓我覺得 自我價值滿好的 我這個人存在價值 OK OK 有交代 第二件事情呢 是周杰倫這麼紅 可是他還滿快樂的 這件事情很重要 對我很重要 因為我跟我的 不管不只是周杰倫 或者任何其他的新人 當我要欠他們的時候 我都告訴他們 敬我傑威爾 有利有弊 好處就是說 你在這兒應該不會挨餓 第二個事情呢 是弊端式 因為周杰倫名字實在太大了 進了我公司 每一個人就變成周杰倫的師弟 周杰倫的師妹 周杰倫這什麼 周杰倫前面周杰倫就這麼大 其他藝人名字這麼小 周杰倫的師妹 原有你 沒有辦法你知道嗎 但是我都跟他們講 說不管我們合作的時間多久 成功或不成功我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這一段的時間 對於你們未來的人生 是有正面的影響 這件事情對我很重要 因為我說因為我是藝人 所以我經過了 我有太多的藝人朋友 我看著他們起 我看著他們弱 甚至有人掛掉了 我常說 這個我把人 自己把它分成了四類人 四種人 這四種人呢 我曾經經過三種人 我還在努力變成第四種人 什麼呢 我說人分四種 我自己的 這個大家不一定要贊成 有一種人叫做無名又無利 有沒有 一般的大部分的老百姓 人家不認識你 你也算不到什麼錢 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絕大部分都是無名又無利 一種是有名又有利 周杰倫有沒有 有名又有錢又有利 一種叫做無名有利 賺到錢可是沒有人認識他 另外一種叫做有名但是無利 很有名賺不到錢 我說這四種 我經過三種什麼意思呢 我還沒出唱片之前 我剛說 我其實應該是 我還沒出唱片之前 因為沒人認識我 跟大家一樣嘛 對不對 反正口袋也沒什麼錢 就跟我的爸爸媽媽一樣 就無名又無利 我經過這個 後來我當了藝人 一開始的時候有名又有利 一點點 後來糟了 有名無利 有名可是賺不到錢 我告訴你很慈善 你知道嗎 真的 我跟你講 其實名這件事情 我現在看到很多的小朋友 天天都想當明星 告訴你 我每一年坐在我的辦公室 每一年都有一大堆的朋友啊 什麼的 我朋友的小孩想當歌星 我朋友的小孩 來介紹給你 我說 好啊 來 我都叫他們回去念書 我說我不要耽誤你的生命 我不要為你的生命負責 我跟你講 那個是很慘的一段時間 就是我剛剛講說狗臉的歲月 有沒有 所有人都認識你 以前啊 我楊某某 有沒有 後來不紅了以後走在街上 我跟你講喔 我還不能坐公車喔 坐公車人家覺得你是Loser 你懂意思嗎 真的 就叫塵津滄海南為水 很慘啊 你隨便到個公司上班 就說哎呦 呱呱呱呱呱 你每天都要接受人家的眼光 你知道嗎 然後開車 哎 我還不能開Honda 開Honda 大家覺得 你看Loser 想辦法借錢買個Mercedes Benz 小賓士 好吧 我在1995年我就買了人生第一台小賓士 貸款80萬 現在小賓士還在 但是我錢早就還完了 所以我跟你講這四種 最辛苦的叫做有名無力 就是不紅的歌星啊 或者過氣的政治人物有沒有 很慘 所以各位千萬不要隨便想要出名 OK 這是第四種人 我說第三種跟第二種哪一個比較快樂 我想是快樂這件事情 建築在快樂 有名無力 真的不太快樂 我可以告訴各位 因為我經過 至於第三跟第二種呢 是哪什麼樣呢 自己判斷 我認為第三種人是無名又無力 就是一般人吧 其實你也很容易快樂 看你自己囉 對不對 可是第二種 我說周杰仁 周杰仁 你是第二種呢 有名又有力 很有錢 可是他生活過得很苦耶 到哪裡都狗仔隊跟著他 把個妹人家拿照片 拿相機偷拍他 跟侯沛城在東京也有事 人家其實不是跟他 人家是要跟陳奕迅的 看著 哎呦 這邊比較大尾 看起來 真的 那一次真的很無辜 人家是跟陳奕迅 狗仔隊是跟陳奕迅 跟跟跟跟 突然在街頭看到周杰仁 跟郭沛城 哇 這邊更大條 我說周杰仁 你生活很辛苦耶 真的啊 他其實 他到哪兒啊 他 我跟你講 他大部分的時間 他都不曉得飯店長什麼樣子啊 他沒看過飯 大部分時間都不曉得飯店 因為 直接到地下室 我跟你講 各位電影裡面看過的那種有沒有 就是 保鏢圍著 然後走那個員工電梯 然後要經過廚房 然後才到房間 對 我們天天就過這種生活 他天天過這種生活 所以在大陸 我跟你講我根本不想跟他同一車 因為我那很辛苦的 我才不要跟你同一車 除非必要那沒有辦法 不然我不跟他同一車 我說你是第二種人 什麼叫第一類的人你知道嗎 因為我跟你講 這個剛剛講說無名無利 或者有名有利 因為我都有經過啦 我現在有點小名氣 也有點小錢啦 一點點 OK 你要再問我 有一點小錢比較好啦 是真的 是真的 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不一定真的好 還是有很多煩惱 有一天 大陸的一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來台灣 我跟他喝完咖啡吃完飯 我們兩個在車上 然後司機在的 我們經過路邊 台灣很多路邊很多小攤販 我說劉東 劉東 你看 你看這些小攤販 我說我們跟他有什麼不同 你知道嗎 我說他們生活裡面 唯一要擔心的是錢 唯一要擔心的是錢 其他的都是他們的快樂 我說我們兩個 唯一不擔心的是錢 其他都是煩惱 說真的 各位都是董事長 你們應該都明白這些道理 對不對 每天誰來看到手機 你看我坐在這邊講話 我還天天看著手機 很累啊 我每天最害怕的時間 就是把手機打開 煩死了 沒有一件好事啦 沒有啦 有誰嗎 有誰你們每天手機打開說 等一下 我幫你報告 喔 很好消息 每個人都這樣好年長的 還有這種 沒有啦 等一下 我跟你說 這事情麻煩了啦 所以呢 我在努力追求的做我認為的第一等人 叫做無名有利 應該是各位 我跟你講 因為我都不太認識你們 但是你們都認識我 所以走在街上 對不對 你們可以隨便啊 我不行啊 我要注意形象 對不對 因為我去打高爾夫球 為什麼行為很端正 對Catty很有禮貌 我跟你說 我要是發脾氣 那Catty改天別的客人來 我跟你說 他剛剛洋酒都在打球 我跟你說 那個脾氣很壞 很無奉 可是各位 你們去打 改天你就算是發脾氣罵他 改天別的人去 他什麼也不會講 因為他也不知道你是誰 就算他知道你是誰 因為他不知道 這個客人知道你是誰 所以他也不會跟他講 他就會說 我告訴你 人家 脾氣很壞 熟 你懂意思嗎 所以我要努力當第一種人 就是人家都不認識你 口袋你有點小錢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知道周杰倫為什麼 每一次就喜歡跑到海外去旅行 他尤其是到沒有華人的地方 他開心得很 所以 這個就是 我怎麼會扯到這兒 扯到這兒來 因為人生的快樂 我剛剛講到說 周杰倫到底遇到我有沒有好 或比較不好我也不知道 因為人生很長 我常跟他們講說 人生很長 其實事業只佔你人生裡面的一塊而已 它不是全部 他前幾年結婚 還沒結婚前他跟我講 他說他想結婚 我就跟他講 我說我跟你說 如果你決定要跟Hannah結婚 從你決定的第一天開始 就不要把他藏起來 因為他以前把妹都不讓別人知道嘛 不是 不要把他藏起來 要尊重他 然後要辦一個像樣的婚禮 因為我說以前的人啊 以前的歌手 約大派的都是把太太結婚了藏起來 不說 很多年以後大家才發現 我說我不希望你這樣 其實周杰倫是一個很有 他是一個非常知足跟善良的人 他說對啊 我這樣講 因為他想不到我會這樣支持他 他說對啊 他說對啊 就算我的歌迷少一半 對啊 你的歌迷少一半 你另外那一半也很大 有什麼關係 他說嗯 也對 我說你要辦個像樣的婚禮 我說 將來你決定的這個人是陪你一輩子 你不要等老了以後 我說你想跟他結婚 就肯定想跟他白頭偕老 對吧 要不然你幹嘛跟他結婚 那有一天你們老了 他在怪你說你年輕的時候 因為你的事業把他藏起來 沒有給他一個像樣的婚禮 說我告訴你 你補不回來的 你花再多的錢都補不回來的 他會念你一輩子你要相信我 OK 因為你上舞台 你總有下舞台的一天 可是旁邊那個家庭才是你的一切 所以他後來果真辦一個非常像樣的 婚禮 這就是他啦 這個很特別的一個人 OK 所以 時間過得真快 我很害怕 真的實在實在 好 我看看 有人要提問嗎 你問題有寫給我對不對 寫肉 對不對 還是說有人要問任何問題嗎 因為好像已經3點44了 我4點也得離開 外面下雨啊 OK 沒事你們留在這兒我先走了 有沒有任何問題 請說 小弟在屏東養雞 OK Good 在高中的時候 曾經迷戀上把妹這件事情 所以我 你現在不把妹了 沒有 結婚了 OK 那就是也有完畢 然後曾經 曾經也在樂團界這邊混了很久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跟楊總請教的部分 那有兩個問題 我試著把它簡單說 當初你在度音室發掘周杰倫之後 你有沒有想過說你創造了一件非常驚奇的事情之後 有沒有想要在另外一個領域創造出另外一個星星 這個領域可能也許 我們舉例 農業這一塊 農業這一塊裡面 我們其實很多小農 有很多創意 有很多 他們甚至就像 90年代的獨立樂團一樣 在自己的領域 發現自己的那個價值 存在的價值 所以農業這一塊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 楊董喜歡的領域來發揮你傳媒的力量 這個是我的想法 跟傳媒合作是農業這一塊很欠缺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剛才講我們是屏東 那所以我又做音業 在屏東蓋了一間錄音室 買了Futures那些系列 那做了一件想要跟農業合在一起的事情 其實我們在做 做農 有時候會想說 阿彎是關起來的不人 我們自己有沒有賺錢 自己掉眼淚就賺 所以那個沒有名就賺到錢 那個常常是我們自己要自己去北無塞 所以我們有幫一個叫做 我本為農有種就來的音樂劑 那在屏東辦這個音樂劑 最主要我是想要做一件事就是說 用音樂劑的陣容阿 找一些歌星甚至是獨立樂團阿 董事長其實帶他們去 來做這個演唱之後 我們用的方式是 設計出一個非常不一樣的 特別的舞台 用耕耳機當舞台車 然後用 那個舞台的Tras 後面全部都是主攬 然後我們用路口的音箱 就是用稻草堆疊起來 所以我們在想說農業行銷 可不可以我們走得更遠 更有魅力 那我們今天還要辦 所以第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問的就是 11月30號 12月1號 欸 楊東沒有空 沒關係 做一件事 我們再做一件事叫做 FUN TAKE 叫什麼 FUN TAKE FUN TAKE FUN TAKE TAKE 給你 TAKE 還是沒聽懂 FUN TAKE 怎麼拼 農業嗎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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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TAKE FARM TAKE OK 這是一個論壇 所以我們今年叫做 就是把農業傳承下來 把古老的技術呢 我們的技術 我們要流行業 我們民歌時代 我也是從民歌可能偏年開始 剛才下來 我們有一些農業的知識 可能往下走 那可以 也許可以創造出一個農業的行駛 所以有一個FARM TAKE FARM TAKE FARM TAKE 論壇 論壇的方式 所以邀請楊董 一起下來 請東走走 好 了解 我常去台東 我上個禮拜才去台東 經過難回的時候 那速度會越來越快 十二月份就要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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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完了嗎 兩個問題 因為我以為你要繼續唱歌 時間快來不及了 OK 第一個 這個問題 首先你剛剛講的說 因為你問的問題是說 我跟周杰倫做了一個合作 然後創造了一個不錯的格局 然後有沒有想法在農業這一塊 老師說不能說謊 我對農業一無所知 我就跟你講 我怎麼畢業的 連我自己也搞得不太清楚 但是我喜歡 因為我還是來自鄉下的小孩 我對於這個稻田樹這件事情 是很有情懷的 所以我到現在 我其實去打高爾夫球的時候 開那些小路啊 我都非常的開心 我是喜歡山裡頭的人 OK 所以我說我常去台東 就是這樣 去那邊很開心很平靜 至於說在農業的 你要問我呢 我說我其實沒有任何 想法 我能夠幫農業做什麼事 我真的沒有想法 OK 因為農業大學畢業以後 除了書本念之外 我其他的 我當時的老師還有一位黃大舟 你知道嗎 黃大舟老師 因為高老師是社會學 老師我社會學還OK啦 還OK對不對 我現在還當一個還不錯的社會人 因為當時有個黃大舟老師 他是我們做那個農場實習 在周三路旁邊 一人分一塊田 一塊小地 要自己去耕 把他 你要先把那個地給畫出 耕出形狀出來 我在那邊弄 弄了十五快半個小時 洗完那個線怎麼弄 然後就會歪了 我又把它填回去 又弄了 又歪了 我的同學看不過去 啊 同學我幫你弄了 五分鐘弄好了 其實我就說 一開始我就 我就很坦白的說 我對農業 是沒有什麼太大興趣的 我熱血的就是音樂 但是你剛剛講到第二個事情呢 說這個農業跟音樂這件事情 其實音樂無所不在 我是個非常相信音樂的人 因為我說 你不可能永遠聽老歌嗎 你得有新東西嘛 所以我才會一直執著在音樂這件事情 那如果要講到這個事情呢 你剛剛問我說 那段時間行不行 我跟你說 我那段時間應該是不行 那時候我們在大陸開始巡迴演唱 我們新的演唱會 但是我還是建議大家 其實我們 但是你那個idea不錯 把它舞台做得很有feel 有feel這件事情是很好 但是音樂 硬要去跟農業推廣 做上什麼關聯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不要把太多的力氣 花在一個 他的你effort這麼大 你可能outcome 只有這麼一點點的 非常limited的一個東西 我其實不鼓勵 其實我曾經有一個歌手 他是做客家音樂的 因為他知道我是客家人 我是一半的客家人 他說我出生在廟裡 他有一天碰到我 他就說龍哥 這個他們都叫我龍哥 在圈子裡面有點年紀 有點備份 他還得了金曲獎 客家音樂怎麼樣 我說很難 我直接給他潑冷水 因為我是做流行音樂 但是那些音樂是要存在 我非常贊同 OK 但是大眾與小眾 你先看清楚了以後 其實你去做 你只要覺得快樂 你就去做 任何事情都要有人做 但是你一定要把它想像成說 這個我要推廣到全台灣 我要賣十幾萬張 我要 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人定勝天 OK 就像你問我說 能不能再做一個周杰倫 我說我可能做不到 因為周杰倫也不是我做的 周杰倫是他父母把他教育長大 然後因為他的環境 因為他DNA裡面 然後他腦子怪怪的 所以他寫出很好的歌 那不是我能創造出來的 所以那個叫 死也命也運也 那就是勝我比較好運 我運氣還不錯 我只能這樣做 我天天感恩 真的天天感恩 所以有些事情可遇不可求 但是當你把你的時間跟精神 花在一些事情上面的時候 應該我這個人是很實際派的 非常的Predical OK 但是有夢是好的 人沒夢也糟糕 任何事情 我其實不會把任何事情說死 說一定不會怎麼樣 或者一定會怎麼樣 世界上沒有一定這件事情 我認為 以前美國大家也不相信 川普會當總統啊 是不是 到現在大家還有很多人不相信啊 OK 所以但是你可以去嘗試 只要你嘗試的快樂 You do what you do 你做你覺得喜歡的事情 Just do it 有夢天天醒來 你覺得我今天做的事情 讓我很快樂 就去做 其實不要想太多 我常常跟我的新人在講說 你們不要去 當然每個人都想要追求明或追求力 可是你不要天天看著那個目的 而去做你今天的事情 因為那個目的你永遠到不了 不是 你一定 就像我跟周杰倫講 你要知道你從何而來 你為什麼會成功 而音樂這件事情為什麼成功 是因為把音樂做好 而不是因為你的舞台蓋得有多好 不是因為你今天 今天我的農產品賣得好 是為什麼 不是因為我的包裝好 也許今天因為我的包裝好 騙人家一次 第二次呢 所以周杰倫的演唱會 這麼多年過來 各位其實 我從開始做周杰倫開始 曾經碰過很多強勁的對手 F4 很多 然後有很多 這幾天在大陸 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 前兩天每個人都傳給我 那個大陸叫微博對吧 微博 他們在講微博流量 然後呢 最近大陸有一個很紅的小鮮肉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麼 蔡徐坤之類的 反正選秀節目出來的 流量超級大 哇一直都第一名 一直都第一名 他的粉絲哇很熱情 一直第一名 然後呢就有一個人 在好像大陸的一個網站上說 奇怪了 周杰倫沒有流量啊 為什麼他的演唱會的門票 會這麼難買 就講了這句話你知道嗎 不得了啦 有周杰倫的粉絲看到了 周杰倫的粉絲就說 蛤 你可以說他不出專輯 你可以說他怕 你可以說他喝奶茶 你就是不能說他沒粉絲 然後因為他的粉絲都是8090的 你知道嗎 不太玩這個東西的 他就 他粉絲就開始了 你知道嗎 周杰倫的粉絲們起來營業啦 花了16個小時 周杰倫的粉絲流量 超過那個小鮮肉一倍 馬上一億多 連大陸的官方媒體 人民日報都寫了 很驚訝 其實也沒有很驚訝 他們認為這是對的 他們認為這是對的 因為那些小鮮肉靠流量 所以周杰倫的演唱會到現在 其實不只大陸 每個地方都是一二三就沒有了 但是我一直還是秉持著飢餓行銷 所謂飢餓行銷就是我絕對不開多 周杰倫的票我永遠要一票難求 所以在大陸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在以前的演唱會稍微困難一點 其實這幾年大陸的打貪腐是有成效的 告訴各位有成效的 所以打貪腐以後 我們的演唱會的票就 不如正軌就很好賣 然後 可是過去的很多的競爭對手 看起來氣勢跟他相當 甚至超越他都不見了 OK 周杰倫的演大陸最 其實不只大陸 其實只要華人的地區 告訴你兩個人的演唱會最好賣 一個叫周杰倫 一個叫張學友 第一名 林俊傑慢慢跟上 非常好 OK 五月天非常好 他們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很會唱 就是歌很好聽 就是經營了很多年 其實事情做到最後還是一樣 我說你做再大的宣傳都沒有用 我們見真章的就是演唱會 為什麼 演唱會你要人家從口袋裡面 因為我每天看電視灌流量 我不用花錢啊 這件事情還不簡單 我粉絲拼命慣啊 沒什麼啊 可是你今天要他 從口袋裡掏錢 買他一千多塊人民幣 兩千塊人民幣一張票 進去看你的演唱會 兩個半小時 You better give them a good reason 你最好給他們一個很好的理由 告訴他為什麼他要花這個錢 進來看你的演唱會 兩個半小時 所以我在 其實我在做第一張唱片的時候 我中間的過程做了一些 大家看起來很傻的事情 就是他常常唱片已經賣完了 我還在打歌 我的音樂影片我還在打 而且我的音樂影片花很多錢 有時候甚至這個唱片已經出了八個月了 我最常的紀錄是十個月以後我還在打歌 打上一張了 他下一張都快出了 為什麼 其實我一開始我就說周杰仁的將來 我說周杰仁 你將來要靠演唱會賺錢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把他的演唱會定義為show 而不是只是一個concert concert就是唱歌嘛 show 因為我要每一個進來的歌迷 都覺得物超所值 所以我從開始的演唱會我就花很多錢 當時第一張唱片就賺了一些錢 我就跟吳宗憲講 我說宗憲 我覺得賺了錢 口袋裡收一半 下課了 另外一半拿出來投資 很值得的 所以我其實這 因為為什麼我都 他幾乎每一首歌我都拍音樂影片 我就讓他拍 因為只要我有畫面 歌迷就記得住 歌迷記得住 這個歌將來我就可以在演唱會上 所以周杰仁出了14張專輯 包含到一些EP 加起來150、60首歌 我演唱會 從頭唱到尾 唱了兩個半小時 也不過花掉30首 可是他的100多首歌裡面的 中獎率太高了 我們叫中獎率 OK 就是紅的歌太多了 所以我這一輪跟上一輪 歌我可以完全不一樣 幾乎可以完全完全換掉 你都還覺得好聽得不得了 是因為他的素材夠多 所以做到後來我覺得還是最重要的 還是回到一個基本 所以你要問我說演唱會 我演唱會真的 其實我每個演唱會像我 我們10月中要開始上海演唱會 我一年前就開始規劃了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彩排了 需要很長的時間 其實兩年前就開始 其實我每一次做完一個演唱會 就已經開始在交代我的導演 開始構思下一次要做什麼了 每一次都是新的嘗試 但是每一次看的歌迷都還挺開心的 所以票一直還不錯 回到最後還是實力 所以回到最後還是你剛問的問題 舞台你可以把氣氛搞得很好 到最後你還是要問你音樂做得怎麼樣 所以剛才我講到前面那個金曲獎 他說做客家歌 客家歌是很好 不是語言的問題 我聽了 但跟語言沒有絕對的關係 為什麼你聽韓國歌也可以聽得很好 你也聽不懂他唱什麼 真的很好聽 沒有啦 其他沒什麼學問 不要告訴我和弦是什麼 也不要告訴我 你這個鼓勵打得多好 我不懂這些事兒 簡單放完了好不好聽 結束了買單 所以很多事情回到最後面 面對自己 面對作品 你求你才能面對市場 OK 好 講完了 謝謝 四點了